我叫Annie,今年32岁,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的一个小村庄。 我是家中四姐妹中的第三个。 我的家乡位于中爪哇省,这里风景如画,田野里常年种满了稻米和甘蔗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。 村里的河流清澈见底,河岸两旁生长着高大的椰子树和香蕉树。 每天清晨,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,金色的阳光洒在田野上,映衬着劳动人民忙碌的身影,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。 在中爪哇,我度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光。 学校离家不远,我每天步行上学,沿途都是熟悉的乡亲邻里。 我的父母从事木工,他们用木头制作椅子,沙发和柜子,除此之外还手工制作红糖。 每天清晨,他们都会收集椰花枝,经过整日的熬煮,最终将其制成红糖。 放学后,我总是帮忙父母下田干活,并协助家务,比如收集柴火来生火做饭。 毕业后,我在家乡的一家7-11便利店工作。 这份工作持续了几年时间,直到2016年。 那时,我开始考虑如何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,因此萌生了出国工作的念头。 2017年,我决定去台湾工作,希望通过这份工作能为家里多赚点钱,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。 在朋友的介绍下,我联系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,并经过了三个月的雇佣培训。 在这段时间里,我学会了如何照顾老人,基本的急救知识和一些简单的中文对话。 虽然一开始有些担心,但我相信自己的能力,也希望这次旅程能够顺利。 初次来到台湾时,我被分配到南投,负责照顾一位82岁的老奶奶。 她曾因摔倒而接受过头部手术,行动不便,生活中几乎世事都需要帮助。 南投的环境与我的家乡有所不同,但同样宁静安详,四周群山环绕,空气清新宜人。 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年,照料老奶奶的日常起居。 在这段时间里,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她仿佛成了我的家人。 每天早晨,我都会为她准备早餐,陪她聊天,听她讲述年轻时的故事,这感觉就像是在照顾自己的长辈一般。 2021年,我决定回印尼,与我交往了八年的男友结婚。 她比我大两岁,是一位水果商人,我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定。 在南投的这些年里,我们经常通过电话和视频保持联系,即使身处异地,我们的心始终紧紧相连。 婚礼非常简单温馨,在家乡的亲朋好友的见证下,我们许下了彼此的誓言。 结婚后,我们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,她继续经营水果生意,而我则在家中照顾家庭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开始考虑未来的生活规划。 为了能够攒下更多的钱,我决定再次去台湾工作,希望通过这次努力,能够在家乡买一块地,建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。 2023年,我再次来到台湾,这次的工作地点是台北。 相比南投,台北是一个更繁华的都市,高楼大厦林立,交通四通八达,街道上总是人来人往,充满了活力。 我现在照顾的是一位95岁的老奶奶,她性格温和,待人友善,对我非常友好。 她有两个子女,女儿住在南部,儿子则在新加坡。 尽管她们分隔两地,但两个子女都经常回来探望她。 现在,她的孙子与她同住,陪伴在她身边。 每天早上,我会早早起床,出门买奶奶的早餐和当天需要的菜。 奶奶大约十点钟会醒来,我会先替她量血压,然后为她准备早餐。 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会忙于整理家务,包括洗衣,打扫和整理房间。 下午,等奶奶午觉醒来后,我会为她准备一顿简单的午餐。 每天晚上七点,奶奶的孙子回家后,我们会一起享用晚餐,家庭氛围温馨和谐,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。 台北的这位奶奶非常独立,尽管已经95岁了,依然坚持尽量自己处理所有事情,这种精神令我由衷佩服。 台湾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友善且热情的地方。 尽管语言上有些障碍,但这里的人们总是很耐心地与我沟通,愿意帮助我。 台湾的自然风景也非常美丽,特别是台北的夜景,灯火辉煌,令人流连忘返。 此外,台湾的医疗系统也让我感到非常安心,老奶奶的健康问题得到了很好的照顾,这让我可以专心于工作。 据我所知,目前在台湾的印尼劳工人数相当多,其中既有像我一样的女性劳工,也有许多男性劳工。 女性劳工主要从事家庭护理工作,照顾老人或孩子,而男性劳工则多从事工厂或建筑行业的体力劳动。 无论男女,我们都希望通过努力工作,为自己的家庭带来更好的生活,也为台湾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回顾这几年的经历,我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成就感。 虽然离开家乡和家人是见不容易的事,但在台湾的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,也让我明白了坚持和努力的重要性。 我非常感谢我在台湾遇到的每一个人,他们的善良与包容让我在一乡找到了家的感觉。 未来,我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工作,早日实现我和丈夫的梦想,回到家乡,过上我们梦想中的生活。 这就是我从印尼到台湾的故事,希望您会喜欢。 别忘了点赞,订阅和分享哦!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!